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充满幽默感和善良心低的女孩,在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黄蓉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她的智慧和机制为主角们带来了许多转机,自从金庸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后,黄蓉也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角色。 在众多扮演者中,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中的温美玲扮演的黄蓉被认为是最最代表性和最成功的。 这一版本的黄蓉是经典的,因为它符合原著中黄蓉的形象,温美玲是一个年轻美丽,长相灵动的女孩,她的演技也非常出色,这使得她能够完美地呈现黄蓉的形象和性格特点。 在这一版本中,黄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角色,她善良、聪明、机智,但也有时很傲慢,尤其是在与男主角郭靖之间的感情纠葛中。 她的眼神灵动,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智慧的光芒,这使得她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女神。 除此之外,温美玲的表演方式也非常成功,她能够把黄蓉的机智和幽默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使得她的黄蓉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具有吸引力。 总体而言,《八三版社雕英雄传》中的温美玲扮演的黄蓉是非常成功的, 她符合原著中黄蓉的形象和性格特点,也成功地将黄蓉这个角色带入了观众的心中。 虽然之后也有其他演员扮演黄蓉,但温美玲的表演仍然是最具代表性的, 也是最经典的第二位,朱英。朱英在1994年的电视剧版本中饰演的黄蓉备受观众, 下面就来详细聊聊这个黄蓉。 朱英饰演的黄蓉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版本, 她的外貌符合原著中黄蓉的描写, 拥有清秀俏丽的面容和甜美动人的微笑。 她的扮相很不错,一颦一笑,一撑一怒, 都有数中黄蓉的感觉,她在剧中展现出的性格也十分贴切。 聪明机智,大胆国干,同时也有女孩子的柔情和善良。 朱英在剧中的演技也是很到位的, 她能够很好地把握黄蓉的性格和情感变化。 她的表演让人看起来非常舒服,自然而然不作作。 在她的演绎下,黄蓉这个角色变得更加鲜活,有趣。 与她搭档的张志玲也是这个版本的亮点之一。 两人在剧中的互动非常默契, 情感吩咐,配合度也非常好,被誉为最佳荧幕CP。 她们的爱情故事更是让人动容,成为了经典之一。 虽然朱英的黄蓉在知名度上可能比不上她在《大话西游》中饰演的紫霞仙子, 但她的表现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她完美地诠释了一个聪明、美丽、善良的黄蓉。 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最完美的黄蓉之一。 她的表演风格也影响了后来的黄蓉扮演者, 成为了这个角色的经典代表之一。 总的来说, 朱英饰演的黄蓉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版本。 她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即使多年过去了。 她依然是很多人心中最喜欢的黄蓉之一。 第三位,周迅。 魅俏皮,这是她一贯的风格。 而在这部剧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黄蓉不仅外表可爱, 而且机智聪明, 处处都有主见和智慧。 周迅通过她的表演, 让观众看到了黄蓉的聪明才智和勇气, 让人感觉非常有魅力。 尤其是在和郭靖的互动中, 周迅的表演更是让人感到黄蓉的爱情与激情。 双人对这对荧幕情侣更加喜爱。 不过,周迅版本的黄蓉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她的身材相对光美玲来说较矮笑, 可能不太符合小说中黄蓉的形象。 此外,观众也普遍认为周迅与李亚盆的默契度不够高, 他们之间的感情戏显得比较勉强。 总的来说,周迅版本的黄蓉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 她通过自己的表演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性格和魅力, 让人不由地为之清新。 虽然与其他版本相比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但她的表演还是让这个黄蓉形象深入人心。 称为经典之一,第四位,林依晨。 林依晨饰演的黄蓉在剧中的表现 的确让不少观众感到不太符合黄蓉的形象。 黄蓉是一个古灵精怪,机智聪颖,心机深沉的角色。 而林依晨的形象则更多地体现了青春可爱的林家女孩的气质, 难以完美地诠释黄蓉这个角色。 此外,林依晨的演技也有待提高。 有些观众认为她的表演过于夸张,不够自然流畅。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林依晨在这部剧中所呈现的角色形象。 也有一些观众非常喜欢。 她的黄蓉给人一种清新可人的感觉, 很符合当代年轻观众的审美。 尤其是她和虎哥的CP被认为是最美CP。 演绎了一段深情后裔的爱情歌诗,令人感动。 总的来说,林依晨的表现并不是完美的。 但她也为黄蓉这个角色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和诠释。 观众对于她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第五位,李依彤。 作为新生代演员饰演的黄蓉, 李依彤的表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尽管她的外貌与黄蓉形象略有出入, 但她的演技和表演能力得到了普遍的好评。 她在剧中塑造的黄蓉, 虽然没有朱英版的那种倾国清晨的美貌, 但她的灵气和活泼依然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 她成功地表现出黄蓉的机灵和聪明, 同时也展现了黄蓉内心的柔软和温柔, 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个角色。 当然,对于黄蓉这个角色, 每位演员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 例如光美灵版的黄蓉, 她的表演风格更为传统, 但是她成功地将黄蓉的古灵精怪和机智展现出来, 成为了经典之作。 而朱英版的黄蓉则有着绝美的外表和灵动的气质, 展现了黄蓉的多才多艺和独立自主的一面, 让观众深深地喜爱她。 不过, 李一同饰演的黄蓉也在自己的表演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和亮点, 成功地诠释了这一角色的魅力。 总的来说, 李一同饰演的黄蓉在整个剧集中表现得十分出色, 成功地诠释了黄蓉的魅力和精神内涵。 她的表演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也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这个经典的角色。 总的来说, 《社交英雄传》这部剧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尽管有些地方可能与原著不太一致。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 它依然带来了很多惊喜和感动。 虽然出演黄蓉的李一同是一名新人演员, 但她的表现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她在角色的诠释方面也有着很出彩的表现。 最后, 不管是谁饰演黄蓉, 都会让我们沉迷在这个角色的魅力中。 因为她是一个古灵精怪, 机智聪慧, 善良可爱的女孩子。 值得我们深深地喜爱。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